通过前面我们学习了 你可以通过整形的方法 用施密特出发器得到理想的脉冲波形 你也可以通过单稳态出发器 得到固定脉宽的这么一个脉冲波形 那下面我们来看这个电路 看看它与前边我们讲的这两类有什么不同 这个电路 是用到了前面我们讲过的施密特出发器 是一个施密特特性的反向器 明确它是一个CMOS工艺 CMOS工艺的话 你可以确定说它输入级不取电流 然后在它的输入级通过一个电容C接地 输入和输出之间跨接电阻R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个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上电之后 如果电容上面没有电荷 那就意味着VI是零 VI如果是零的话 那输出VO就是高电瓶 VO的高电瓶会通过R对C进行充电 也就是说起笔我就可以画出VI是从零开始慢慢的往上充电 在充电的过程当中VI会上升 上升到多少的时候会引起电路状态的转换呢 那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充电上升到VT症的时候 一旦上升到VT症之后 我们回过头看 这个CMOS具有施密特特性的CMOS反向器 是不是就成了VT症取反之后 这边变成了零 这边是零 这边输入是VT症 那这个时候电阻上又有了压差 只不过这个时候是通过电容往输出开始放电 那放电 VT症开始放电 意味着电压会下降 在下降的过程当中 那它遇到哪一个值的时候 又会使我的输出发生变化呢 对于这个电路来说 它应该是要下降到 具有施密特特性的这个反向器的VT症的时候 它会使我的电路发生变化 变化到多少 是不是就是说输入是VT症 而我的输出这个时候会变成了高电瓶 那高电瓶和VT症之间又有了压差 那又开始充电 那这个电路从一开始上电之后 电容上没有电荷 到开始稳定工作 那它的波形就是这样 输入VI从0开始充电 充到VT症之后开始放电 放电放到VT负之后又开始充电 又充到VT症 而在每一次充放电切换的时候 我的输出也在高低电瓶切换 大家注意这个电路 这个电路上电之后 就会进行这样的自行的震荡工作 那这个电路是有别于前面我们讲的整形电路和单稳态电路的 这个电路工作起来之后 它的工作周期就决定于刚才我们所分析的电路的充放电的两个过程 那充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充呢 充电的过程是T1 它是从VT负充到VT症 如果这个电路你任由它充下去 达到稳态的时候是VDD 所以我们能得到公式是得到T1的计算方法 以此类推我们也能得到T2 也就是放电的时候它能够计算出来的时间长数 整个加起来就是它的工作周期 那这个电路是什么呢 这个电路就是多写震荡器 我们发现它自机震荡不需要外加触发信号 而我们给出来的这张图 就是用施密特触发器构成的多写震荡器 这个电路我们能计算出它的震荡周期 也就是我会知道我这个电路方波的周期是多少 我也知道我这个方波的暂空比是多少 暂空比在这个电路当中是T1除以T1加T2 但是由于这个电路充放电都经过了R 你会发现这个电路是周期可控 但是暂空比不可控 那如果我想控制我的暂空比怎么办呢 我想控制我的暂空比 你就需要让你的充放电是不同的回路 当你调节这两个回路当中的R的时候 你也就调节了你的时间参数 根据这个思路 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前面学习过的二极管的单向导电信 分别在充放电的回路当中引入二极管 我们看把这个电路变成这样 如果是这个变成这个电路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充电的时候走的是R2 放电的时候走的是R1 那我需要去调整它的周期和暂空比的时候 我就可以同时调整R1 R2 由此我可以得到一个周期和暂空比都可控的 用施密特出发器构成的多鞋振荡器